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0日 这是第四场瞎互友 瞎议论 给大家介绍介绍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一条消息是什么呢 美国的情报官发现一个秘密 也就是别看人民日报新华社 特别是军网整天催习近平 比如说今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报道了 何卫东 说是张又霞组织教育 学习习近平的思想 其实说明什么 习近平恰恰没有掌控军队 那么我们看美国情报官 他发现了秘密 情报官肯定是有这么几个途径 一个他是通过网络看各个报道 评论 信息 另外一个解放军内部肯定有的人是 人在朝营心在汉 是吧 哪个阵营里都有带路挡 都有奸细 所以美情报官的观点置得纵死 他的题目是美情报官说 中共军队背着习近平搞动作 这是万维网发表的 他说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彻底掌控军队 一直是外界看北京的一个谜团 近日美国海军情报局局长叫迈克斯托德曼少将说呢 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并不知道军队所做的一切 他认为这是中共治理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种体制就党管一切 中央军委主席负责事肯定会出现这个后果 你要面对两面人 他说因为坏消息往往被下属在上报过程中欠参加 所以就随意不敢给负面新闻告诉上级领导 这位高级官员近日警告讲 有强有力的迹象表明 中共领导人军委主席习近平可能正在失去 对他的军队和武警的灰色地带行动的控制 因为部队太大了 另外还有武警呢 你想以前都是江泽民影响深 胡锦涛影响深呢 大家都自己的派系在里边 素不清 说中方呢 中国军队一直对其邻国和美国使用什么骚扰 违规的行为 因低于构成战争行为的标准 美方称之为灰色地带 就是习近平掌控的可能就是上面负责 上面的大的 这些小的就仅次于这种战争行为的骚扰 习近平并不知情 精力毕竟有限 习近平管理军队怎么管理 就靠中少局跑腿 中少局也是气场满下 我们有强有力的迹象 表明 习近平并不知道他的安全部的所做的一切 斯图尔曼少将在出席海空博览会期间发表演讲 他说我们认为这是笨拙的中共治理模式导致的结果 同时呢 还有独裁统治的危险 斯图德曼举例说明 他说什么叫灰色地带出现什么问题 他说北京正在对越南菲律宾渔民使用的各种骚扰手段 新闻肯定不知道 对吧 例如撞击其他船只 或者用大功力的水泡相当喷水 还有中共军方经常试图骚扰过境南海的美国海军军舰 他们的飞行员也会常常危险的靠近美国澳大利亚军用飞机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上一次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有一个中方的飞行员在一架澳大利亚的B8飞行 飞机前面飞行 他在前面飞行 后边是美国的飞机 从他的飞机上他抛出了金属血形成的这个箔条 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 他撒那个箔条 我们东北话叫西子 结果导致澳大利亚飞机的发动机无法运转 这个很容易出事 但是好在就是这个驾驶员技术高 安全着陆了 他讲 通常这种箔条用于分散制导空对空导弹的注意力 幸好澳方飞行员很幸运最终着陆了 一旦他摔下就倒霉 就打起来了 对吧 澳大利亚不能让他 他说上次事故是 还有一次事故是中方飞行员在一架澳大利亚P8飞机上飞行 刚才这个讲了 精通中文的斯图尔曼讲 习近平或其他中共高官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和频率 就这个事习近平并不了解 他可能后来听说了 他能知道那么多事 你看他那度那么大 整天我估计吃饱就碎 每天讲吃好的喝好玩好的 还知道高山流水 整天还在听听弹琴 动不动可能就给这个弹 这个鼓琴的这个小女孩就叫了 给领导想听一听 过来爬爬爬 不管听懂听不懂再撞一撞 叫拂庸风雅 是不是 我见过这种领导干部 我经常去采访那些干部 有的是不急的 有的是听急的 每个人都爱好 有的喜欢什么养鱼热带鱼 就大水缸 天天养各种热带鱼 你去见他 他邻居看他那鱼 看着鱼看了一个小时 还有就喜欢吃一百一桌子菜 吃一半愣一半 还有的喜欢音乐 就跳舞唱歌 看小女孩 拼拼起舞 什么都有 画画人都 就官场上 五颜六色的 真的 我遇到好多 当然有一些人 也爱谈论政治 关心军事各方 也研究 不一样 他说 极权 主义国家的运作方式 存在着风险 他说 在独裁统论下 真相并不总是传播得很快 如果是坏消息 有时它会上升到最高层的过程中 被参加 我们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事 就这种体制下集的片上 他的意思 说作为美国政府情报机构 自一的负责人 身为职业情报官员 和长期观察中国的斯托尔曼 此前曾公开呼吁 关注中共的威胁 并认为这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说二月份 他在西方有个会议 叫2023年博览会上发言 他说 美国公众对中共的看法太过天真了 他表示 很高兴看到 因中共间谍气球事件 令不少美国人开始警惕中共威胁 就以前没什么大回事 中国算什么 现在发现 从气球事发现它了不得 中国政府称该气球纯粹用于研究目的 其驯入美国领空是一次意外 无教大陆强烈反对这种说法 并表示后来被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回收的气球 是情报 监视和侦察的资产 这个这篇文章我认为值得关注 习近平在军队当中反对他的人不少 这个将来我看就等于什么 一旦大战大战开始了 打起仗来 那习近平就惨了 为什么 你打仗你可能得用军头 在下放权力 到那儿军头就应该搞事 那么这篇文章就讲到这里 再来看看法广有评论 讲到这个关于菲律宾不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吗 现在小马克思出来往回收了 他这样讲 他说菲律宾不会让任何基地被用于任何攻击性行动 给大家看小马克思 你看他有他的底线 他和美国站在一起 但他现在把这个话往上缓了一缓 我估计可能和现在的古迹局势有关 他也看这么多人去看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给他给我感觉实现突围 略微有点起色 说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4月10号讲 媒体说菲律宾在美非签了一个文本 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在这个原则下 共美军使用基地 但不允许从这里发起任何攻击行动 就是你只能防御 你不能先打中国 这个意思 他其实就给习近平定心玩了 他说小马克思周一在参加 为纪念二战八弹死亡行军中死去的美非平民而设立的一个活动 叫永世辞日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任何基地被用于任何攻击性的行动 他补充奖啊 这些只是为了帮助菲律宾 如果我们需要任何帮助 说目前呢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批评说 菲律宾根据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增加对美军开放四个基地 实际上这是很多菲律宾国内有识之士的担忧 担心这会让菲律宾卷入什么台海冲突的漩涡 他吓过菲律宾 菲律宾一听 小马克思的确有点想法了 他说 小马克思表示啊 在喀加严省 还有伊萨贝拉省 还有巴拉旺省啊 增加四个新的对美军开放的基地 不应该是中方担心 说您不要担心啊 我是让他们防御的 你打他人才用这东西 你不打人不能打你 小马克思说 如果没有人向我们推进 我们不应该担心 因为我们不愈会他们作战 他强调我们正在做的是 继续加强对我们的领土和共和国的防御措施 他说 据菲律宾新报报道 菲律宾总统办公室上周公布了四个新基地的位置 那四个分别为旅顺岛北部的 叫喀加严省 叫圣安纳 喀米洛 海军基地 还有拉格尔机场 还有伊萨贝拉省 加木的 叫穆尔乔德拉克鲁茨营地 以其坐望南中国海的巴浪望岛 就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看到南中国海 这个意思 还有的叫巴拉巴克岛 这个巴拉巴克岛 说有了这四个基地 该境内现有的九个军事地可供美军使用 就如果中共发动战争来打台湾的话 那么菲律宾愿意帮助你 就这个基地你用不大哥 他欺负你 你帮咱们打 但是呢 人家没打 中国人文明一打 就是这样瞎忽悠 三天 在海上流的一圈 喊喊嗓嗓子 骗媚国内老百姓 你不能用我的基地 就这个意思 你看小马尔斯 还是往回首了 因为他现在压力太大 他说呢 这些基地干嘛用呢 用训练和保存 对菲律宾 人道主义 救援有关的物资 他这个也是为了回应 国内的老百姓 对他有意见 可能菲律宾老百姓说你傻呀 你提供给中国 你找矮揍我是吧 他说不是 我是为了你们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另外外界不是传说 中国撅起了和美国争老大吗 有一个老外写了一篇文章 他并不这样认同 他说挑战美国 中共还够不上 这是万维读者网江夏编译报道的 他说美国国会三报 发表了名利苏达州 有个大学叫马卡 马卡莱斯特学院 国际学教授 华盛顿智库 国防优先 非常研究员 叫赖毕色 赖毕姆 他的文章 他说近年来美国和中共国 正在进行第二次冷战的说法 深究真相 前国务卿蓬佩奥 澳大利亚前仲刘可文 历史学家福格森 都是都在推波助来 讲到教授 我再插一句我经常去美国 我发现你接触那些就是做经济的 地产经济 保险经济 这个经济 那个经济都开好车 看全是好车 当然有的不是买租的 但你去见那些教授 几乎全是二手的 都不咋地的车 结果去斯坦福大学 见个朋友 看好多朋友 开的车 并不太好 这说明什么 囊中羞涩 没钱 真有钱是做生意的人 我估计这个人 恐怕也没钱 没钱才有事件 也有政治 对不对 说是支撑 这冷战叙事的假设是 中共国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正在壮大的 意识形态和战略对手 说在两国关系中 存在着巨大的经济竞争 和军事竞争 北京推动完全不同的 政治家庭 强调专制独裁统治 和国家控制 与美国推动的 民主意识形态 人权完全格格不入 中共正成为新冷战 中相当于苏联的角色 他首先讲到 中国的崛起 是一个角色 但这个杂密达到一个 和美国界比拼的 他提出不同的观点 他说当前 现实中的中国 无疑是个大国 既拥有实质性的 国家权力工具 又拥有利用这些工具 影响世界各地 政治后果的意愿 北京拥有不断增强的 现代化核武器 以船舰数量计算 世界上最大的海军 它海军里包括 229颗情报 监视和侦察 卫星在内的 600多颗卫星 除了刚才的海军 它有229颗情报 600多颗的卫星 强大的网络能力和经济影响力 很少有其他国家 可以和中共国匹配 他这里就没有具体讲 海军多守军舰 海军那些军舰下饺子 已经胜过美国了 但是吨位不行 质量不行 北京认为今天的中共国 还继承了中华帝国 作为国际舞台上 主要参与过 孤老吃酒的身份 中国国的统治阶级 骨子里感受到这一点 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即使在没有直接经济需要 和安全问题的情况下 也试图影响世界各地的世界 然而中共虽然无疑是个大国 但不可能超越大国 他的意思 世界的超级大国只有美国 美国中国不是超级大国 你看他说 他从概念他讲 根据话术语的原始定义 和美苏冷战的经验 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的 你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必须具备拥有足够的军事 经济和文化实力 不仅要影响世界各地的世界 还要制定什么 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规范和规则 简言之超级大国 与单纯大国在于区别 不仅是世界舞台上 发挥重要作用的 重要参与 全球参与者 而且拥有 诸导和塑造 这一舞台需要全部的原因 瑞实力资源 也就认为他认为中共国 现在是大国 但并不是超级大国 就这个意思 他说如此定义下 二战以后时代的美国和苏联 显然是超级大国 两者都是以自己的方式 不同程度的拥有 诸导和塑造 国际政治空间 四十多年需要的实力 影响力也行 但今天的中共国 远远没有达到超级大国的地位 这和中共国现在宣称的 中华民族复兴东升西洋 平时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不靠谱的 他这样讲 他说他缺乏 为什么这样讲 说今天他缺乏将军力 投射到其伏地以外的能力 无法协调在整个印太地区 面临的外交和军事挑战 几乎没有软实力资源可以利用 不是全球联盟体系的中心 在全球制度空间中 冷然像是规则的执行者 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 就别看习近平这么狂 整天说自己 要指引全世界的方向 尤其是文学承证 曾经发了一篇文章 说习近平已经指引了 40多个全世界的方向 再指引 你看习近平叫生态文明 你看现在中共国 沙尘暴多厉害 今天新华社都报道了吧 就是这个沙尘暴 今天在这个新华社里边 做一个重要新闻 在第一个节目当中 我忘讲了 也是很重要的 你想就给国家都整这个程度 杀尘暴来袭 你也生太文明了 对不对 他说 这个综上所述 不可否认的结论是什么 他得出结论 中共国无疑是一个大国 地区大国 但却根本无法在短期内 成为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还是美国 他的意思 说中共国的人口 正陷于老龄化的萎缩 其经济越来越陷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和其他国家 一度璀璨的地缘 政治执行开始褪色了 因为世界各国 开始采取措施的平衡 他们眼中日益好战的大国 你现在其他国 不买习近平的账了 是吧 你不要看马克龙去跑一圈 跑一圈也没有用 你这人还是美国 他说 他就这样讲了 他说美国面对的中国 是一个地区大国 他说并不可能成为 自鸣不凡的超级大国 美国负责任和克制的大战略 应该专注于什么 谨慎的平衡一个大国的挑战 不负责任 不受约束的美国大战略 只会加剧这种挑战 使一个停滞不前的大国 变成智力全球的幻想超级大国 成为一个美国即使不出面摧毁 也必须遏制的怪物 让我们希望负责任和克制 能延续这一天到来 他又变了个角度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 既然你不是一个超级大国 只是一个什么大国 他就一个特色的大国 地区大国 是这样的话 那你美国就得有所克制 又不要过于管中国的事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他说中国面对一个中共国 只是一个地区大国 既然中国不能和自己比较 也不可能成为自民不凡的超级大国 超过自己 你美国也没有必要的恐慌和警觉 他说 美国要什么 要负责任和克制 谨慎的应对平衡 他说如果你不负责任 不受约束的话 就容易出事 他是这个意思 那么是不是他没委婉 他没讲透过认为 他可能那个意思 是不是你不要过度的干预台湾的事 我认为是这样 那么这个作者 我再看一下 他是万维独治者 独掌法的 这个人是前国务卿蓬佩奥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历史人家福克森等 都是推波助拦者 助拦者 他说他的观点 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莱瑟姆 莱瑟姆 L-A-T-H-A-M L-A-S-A-M 安德鲁 安德鲁 莱瑟姆 就这个人 他是华盛顿智库 国防优先 非常住研究员 就不做班的 在家里办公 像我坐在家里 下议论这么一个研究专家 他是国际关系教授 他的观点 知道大家 这个 重视 那么还有点时间 给他讲讲另一个故事 你看有意思 这张照片 大家看都看傻呀 你看 这并不是爷爷和孙女 他俩是结婚了 这个事可就有点大了 是吧 我老江一看这个 马上觉得 是有点怪怪的 也就是文学成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什么 这个人现在过世了 这篇文章 现在这个在网上热议 他是什么 4月9号 音乐做次人 他写歌词的 写歌词的人厉害 我年轻子也喜欢 写歌词 没写好 他叫李坤成 过世了 66岁死了 他搞了一次 叫耶森烈 他找了个小女孩 比他小40岁的女友 叫李林静恩 应该是台湾的吧 他结婚了 结果昨天8点半 他住院的7月得病了 最后他死掉了 他的太太 现在这小女孩 竟然发了一篇文章 很感动人 他说呢 这件事 领我碎孽 十年一刻 一刻三个时辰 折磨他 给大家看看 他俩恩爱的照片 这很有意思 你看 这到底是他孙女 还是他太太 你是他太太 你应该是合法夫妇 你不要开玩笑 这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讲 叫李坤成的儿子 发了复告 愿天上的阿爸 好好照顾阿爸 他说 这个聚习两人交往时 林静恩才17岁 他是去泡影小女孩 还是高中生 二人恋情 不被父母认可 父母肯定不高兴 你就胡整吧 多大年龄 整天不知要脸 搞的东西 但是他还真正爱上 林静恩的父亲 曾控告李坤成 涉嫌诡骗少女脱离家庭 原本烈情甜蜜的两人 备受考验 说不过 林静恩则上网 跟爸爸挥枪 甚至知乎父亲的名字 自称不再愿意当父亲的丑物 强调真爱一定会获胜 说喝到爸爸翻脸了 爱上这个老头子了 结果他俩还断绝了父子关系 结果就和李坤成 恋爱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网友都看啥气坏了 就像有些人看 人家那个孟凡 和某某某 咱不讲了 大人物 说两个人也是 很恩爱 说最后法院判决了 证据不足 不足以起诉 结果李坤成胜诉了 因为他俩是真正的结婚了 公开资料显示 林介人发文称啊 被南方的天真浪漫吸人 目前交往了十年 这老头儿也天真浪漫 说李坤成应收集两万多张古董黑椒唱片 有一个名叫 错号叫黑椒教父 他喜欢的那个就是电影的老影片 老影片不都教片吗 他也是第四十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跳舞时代音乐总结 反正这种人都一般挺奇特的 你看那艺术家 跳舞的老长 是吧 说2011年 罗大佑和他的合作的心肝宝贝 八首歌曲 重新重制发行 李坤成告他违法的著作拳法 他随于这个圈子里 经常搞点事 罗大佑我知道 恋曲1990了 是吧 我年轻人都体验唱着歌曲的 那么看到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什么呢 就是这种事情 你可能你不赞成但是别人喜欢 一个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应该大家应该包容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这怎么回事 这老头咋子我小女孩 如果是真正结婚人的爱也行 和你有啥关系 是不是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千奇百怪 千字百态 是不是 你应该是要包容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包容各种观点 也包括爱的 爱的爱情方面一些观点 好 下一次再接着下午吧 再一起分享更多的消息和评论